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现场的来宾 各位网上的来宾 大家晚安 我是郑吉雄 是古典金城活动的统筹 我们非常高兴今晚已经进行到我们18港里的第17港 第17港我们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 人民社会学部的黄敏浩教授来做我们的主港 今晚的讲题就是黄阳明的全集录 进入之前我首先介绍一下黄文浩教授 黄教授是在台湾大学毕业的 他在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方面的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刘宗周 是明代晚年可以说是一个理程碑的理学家 刘叹山和他的神读的哲学 神读就是大学中所谓君子神奇读也的神读的观念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所以在研究这个明代理学方面 黄教授可以说是在这方面 是一个非常之跌出的专家 其实我和黄教授我们是师兄弟 我们都是在台湾大学毕业的 所以我非常清楚黄教授的学术的专长 和学术的兴趣 他在宋明理学这方面 他不断地深入去挖掘 做了二十多年的研究 非常之专注 在这方面也发表了很多 很结出的学术的论文和论著 我不在这里一一介绍 现在我们争取时间 我们以掌声来欢迎黄韻浩教授的演讲 谢谢大家 Testing 大家听不听到我说话 Testing Testing 可以 接着去 因为我的电脑技术不一样 所以要找人帮忙忙才行 大家好 首先我多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 对我的介绍里面有很多日美之辞 我不敢当 我亦都很多谢今次主办单位 海书楼和香港公共读书馆主办这一次的讲座 很荣幸参加这一次的讲座 最初我计定计划的时候 打算是一系列的演讲 里面主要是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典 我自己当时就挑选了黄庸明的全集录 作为我演讲的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跟我自己本身的学习方向比较接近 这个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经典之一的全集录 究竟在整个中国的传统里面 占了什么地位呢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里面 每一个朝代都有他们主流的思想 或者有他们的学术 比如说我们讲最初在先秦的时代 有朱子伯家 先秦就是春秋占国时代的朱子伯家的思想 当时的主流 先秦之后去到两汉 我们说西汉和东汉 当时的主流的学术就是经学 当时五经已经成立了 所谓诗书礼液春秋 当时的主流经学 两汉之后去到魏晋南北朝 尤其是魏晋的时代 当时的主流思想就是度家思想 我们叫做魏晋玄学 玄是玄尿的玄 今天我们讲玄学就是指尖挂算命、风水 但魏晋玄学是指度家思想 去到魏晋南北朝之后 徐唐当时的主流思想就是佛学 佛教的思想 再下来宋元明三个朝代 瑜伽的思想复兴 我们叫做宋明瑜学 或者我们叫做宋明理学 去到宋明理学之后清代主流的学问 就是所谓瑜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就是我们所谓清代的实学 王阳明的这部全集录 就是宋明理学这个阶段里面的一部经典 如果你要数的话可以不止 但其中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就是全集录 就是属于宋明理学这个阶段 所以今天我就选了这个经典 来和大家分享 这部经典的作者是王阳明 其实严格来说王阳明不是作者 因为这部书是王阳明的弟子 听老师讲学的时候 他记录他的讲话 加上一些杨明本身的书信 而编成的一本书 就叫做全集录 所以严格来说 杨明不是作者 但是这本书 基本上完全反映王阳明的思想 所以我今次的演讲主要是想跟大家 在讲全集录之前 分享一下杨明本人 我认为对于杨明的生平 或者他的学术事业 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作为一个背景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部经典的思想 因为全集录的思想 基本上就是反映了杨明的思想 所以在我演讲的大纲里面 我首先会跟大家讲一讲 杨明的生平、学术和事业 作为一个背景 帮助大家容易了解他里面的思想 接着就会讲到全集录 全集录的思想 其实就是杨明的思想 一般我们介绍王阳明的思想 通常都会讲到三点 就是所谓心职理、智良知、智行合一 一般都会讲到这三点 所以我也不例外 就这三点来介绍王阳明 或者全集录的思想 之后呢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就打算讲一讲四句教 四句教在全集录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段 因为它里面引起了后世很多的讨论 所以如果时间容许的话 我也会花一点时间讲四句教 但是主持已经很早提了我 他说你的内容比较丰富 会不会有时间呢 我就说 如果有时间就讲 没有时间就略过 接着我最后会讲个结论 结论就是 以良知这个观念来总括整个杨明的生平 和他的思想 这个就是我整个演讲的大纲 好了 接着我就开始讲了 首先 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我们首先知道 王阳明是一个瑜伽的人物 因为这部经典我们讲过 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基本上就是瑜伽思想 宋明的瑜学 瑜伽里面的一部很重要的经典 而瑜伽的理想是什么 瑜伽最吹崇的人物 他们的成就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所谓三笔楼 三笔楼就是立德 立功和立言 你的德行 達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你的事工 你有没有事业 你有没有什么事工 立言就是你的言论 你的思想 能不能足以由传后世 三方面的成就 如今的理想 如果从这三方面 三笔楼 立功立言 我们说王阳明 在这三方面都有成就 而且是很高的成就 他固然是立德 他有很高的德行 他也有很伟大的事工 同时他的言论 智良之教 一直流传到今天 所以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在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我们如果看看整个瑜伽的传统 甚至乎整个中国历史上 在这三方面 同时有成就的人 是寥寥可数的 数不到多少个 阳明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阳明 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有大成就者 是一个有偉大成就的人 好了 有这个背景之后 我们来看看他的生平 跟大家很快地讲讲他的生平 学术和事业 王阳明的名字叫做守仁 王守仁 治百安 他字号杨明子 所以一般都叫做杨明先生 所以我们一般都叫做王阳明 王阳明 杨明先生就是他 他是出生在明朝 明代献宗成化八年 即是1472年 是生于浙江如瑶 他是浙江人 你会很容易问他 他在1472年生 他什么时候逝世的呢 我们很快看一看 就是在1528年逝世的 享年是57岁 57岁 大家会想到 我们今天来说 算不算很长命 很短命 在古时候 都不算长命 我熟悉的一些古代的人物 很多都过了60 杨明未过60 他就已经世世 算不算是长命的一个人 他出生于一个所谓书香的世家 他父亲已经很厉害了 他赴龙山公举进士第一 举进士第一 就是他考这个进士 中第一名 就是中藏元 所以他父亲已经很厉害 考试第一名 全国第一 中藏元 但问题就是 王阳明的成就比他父亲更高 少有才智 王阳明很小的时候 已经表现了他是一个很有才华 和一个很高的志向的人 我们很快看他的生平 他13岁他妈妈就过世了 妈妈很早死 他17岁就结婚 17岁结婚 古时候的人是这么早结婚的 21岁就举乡市 28岁就仲俊士 29岁就做官 一直到33岁到35岁一路升官 去到35岁的时候 就经历了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当时他想封事救戴线等 触路宦官楼紧 下赵欲沉集贵州农牆逆成 意思就是当时朝廷的一些官员 叫做戴线 他就上厦劝贵这个皇帝 劝贵这个皇帝的结果 触路了当时的宦官楼紧 大家知道 明代的历史 宦官乱政 是明代历史的一个特色 当时很有权势的宦官楼紧 戴线因为他上厦的关系 触路了楼紧 就将他收监 杨明怎么做呢? 杨明就写上厦 来去营救戴线 也触路了楼紧 结果被打 打屁股 屏障40大阪 然后贬官去到贵州农牆逆成 做农牆逆的逆成 所谓农牆逆 这个逆就是逆站的意思 就是一些负责邮件、书信的传递的地方 他做一个农牆逆的逆成 在贵州 当时的贵州是一个很荒蕪的地方 无论在文化的环境 或者在一个物质的环境 都是极端的恶劣 王阳明在这样的环境下 结果反而刺激到他 在磨练之下 他能够誤道 我们看看 在37岁的时候 他在农牆这个地方 于是年大悟 格物 打错了 格物置之之子 格物置之是儒家的观念 他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 简单的理解就是 了解事物而推广我们的知识 格物置之 他误到格物置之的道理 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误得真理 他在他37岁的时候 他误到这个真理 用传统的说话来说 他在37岁那年他误到 他开误了 用佛教或者道教的说话来说 他开误 这个开误的经历 对于整个阳明的一生来说 是一个转捏点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无论他的立德 他的立功 和他的立言 都是受这个五道的影响很大 这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转捏点 37岁 之后 他一直做劳灵之丸 做不同的工作 去到45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机会发挥他的才华 当时他就升刀刹院左剑刀御市 巡护南贡丁章等处 南贡就是江西一带 丁州、张州是属于福建南部的地方 原来当时明朝的地方的一些祸患很严重 有很多的山财 尤其是在几个省边界的地方 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 这几个省的交界都是一些山区 这些山区有很多的山财 这些山财是时时出来作乱的 成为明朝的地方的一个很严重的和谷 杨明当时到他45岁的时候 奉命去平定这些山财 他在45岁就开始要做这个工作 46岁的时候平章购 他就平定了丁州、张州的山财 丁州、张州就是福建南部地方的那些财财 同年他就平横水、统江珠财 横水和统江就是江西南部的地方 平到那里的山财 去到47岁的时候他就平定这个利头的策手 利头 集平三里珠头、利头三里 这些就是广东北部地方的一些地方的山财 即是他在短短从他45岁到47岁之间 短短几年之间他就平定了三省 即是福建、广东和江西三省的山上 这个成就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些山财的祸患已经绵延了相当长的时间 很多很多年了 但杨明用了三年的时间 用了几年的时间 就将这些财财停定了 好了,接着呢 47岁之后48岁 他做什么呢 他在这一年 他在那一年 他发现当时明代的历史的一件大事 就是神浩作反 神浩是明朝的宗室 那时候 他在江西 就是起兵作反 想做皇帝 让明知道他这个举动之后 就开始要部署 来捉拿他 因为他作反 所以结果用了很短的时间 大概是从谋劃 开始去到琴 捉拿到这个神浩 大概是用了一个月多的时间 几十日的时间 就成功 所以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 所以在他五十岁的时候 就封身见白 这个是很高的荣誉 好了 接着呢 五十一岁 他就爸爸过了身 他就回到乡下的地方去奔丧 一直去到五十七岁 再派他去什么呢 南陵的地方 就是当今日的港西 港西那里 停定那里的施恩和田州的山茶 他在那个地方 他没有动过一兵一准 他只是用了某些的措施 施行了某些的措施 就令到施恩和田州的那些土匪 就是自博请命 就是自动投降 自动和他自首 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功绩 好了 停了施田之后 他进一步深入这个港西 就集白寨和断藤河 破那里的山茶 也都成功 但是那时候 他已经开始病得很重 这个病重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 其实一路本来就有病 加上可能都是职路成侄 打了这么多仗 职路成侄 结果在同年 他就在江西南安这个地方 逝世 享年就是五十七岁 以上我们看到杨明的一个很简单的生平 看到他的事工其实是很显客的 他主要都是在军事上面 在打这个山策上面 立下一个很重要的功劳 尤其是琴臣浩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大的功绩 我用了很多时间 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听 好了 以下呢 我又提一提 杨明的生平 我们说杨明的生平 很多时候都会说到以下这几个事迹 都挺有趣的 我提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记载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杨明十一岁的时候 上问熟思药 何为第一等事 熟思药为读书登帝以 先生移药 登帝孔被为第一等事 或读书学性言以 当时他就问他的老师 11岁的时候 11岁 什么是第一等事 我们人生最高的境界 第一等的事是什么 当时他的老师就回答他 当然是读书登帝 什么叫读书登帝 读书高中 做高官 这个就是第一等事 这个呢 当时的环境的确是这样 古代的时候 最光宗耀祖的事 就是读书登帝 读书中选 做高官 是吧 这个这样的成就 就类似我们今天 等于你在某个行业里面 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 你赚到很多的钱 你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这就是很伟大的成就 所谓读书登帝 但是当时的杨明 反驳他的老师 他说读书登帝 这个不算是第一等 不算是第一楼的事业 第一楼的事业 第一楼的事业 就是读书学性言议 是读书成为一个性 是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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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谓的比较细族的价值 但杨明的志向 是超越了细族的价值 要成为一个性 从这个地方 你看到杨明的志向 是与众不同 好了 又说他17岁 他17岁的时候 结婚 他一人 合謹之日 偶闲行入铁柱公 遇到使扶座一塔 即而扣之 因文养生之说 谁相与对座亡归 朱公遣人追之 赤祖此还 这个也是杨明生平 里面一个很有趣的事 就是他17岁就结婚了 但结婚那天 他竟然走到一个杜贯 一个柱公那里 进去跟道士聊天 聊到忙了 就不记得回家结婚 结果就是 整晚都不回家 第二天 家人找他 找他回去结婚 他才肯回去 这个是他生平里面 一个很有趣的事 或者有些人就批评 王阳明你怎么搞错 你这样 你连老婆都这么不尊重 顾住去跟人家聊天 都不回去照顾老婆 照顾未婚妻 这个当然是 不太好 但如果我们从一个 好的角度去看 你就会看到 杨明的气质 或者他的生命 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他为了求道 为了求真理 他可以忘我 完全忘记了自己身边 重要的事 完全投入 追求真理 在这件事上 我们说 成就一件事业 需要我们高度的专心 高度的集中 高度的投入 才能够成就 一件伟大的事业 杨明就具备了这种气质 他是具备了这种气质的人 所以从这个字里面 你可以看到 杨明也是与种不同 再来 在他二十七一岁那一年 下面这件事 标志了杨明追求真理 求道的过程里面的一个挫折 这个挫折 对他的影响可能都很大 他说 事年为宋渔格物之学 先生此事龙山公于京师 遍求考庭遗书读之 这日思先余为种物 必有表里征操 一草一木皆陷智理 官处中多足 即取足甲之 曾思其理不得 谁遇责 先生智慧性言有份 乃除世就此将之学 就是说他那年开始 追随这个宋渔的格物之学 这个宋渔的格物之学 是指哪个? 朱熙的格物之学 朱熙当时是权威 是一个权威的学者 他便求考庭为书读之 考庭就是朱熙 朱熙的号就是考庭 他就求朱熙的书 就是读 看到里面说什么? 一草一木皆陷智理 每一件事物 即使是一草一木 背后都含有很深的道理 于是他就跟着这句说话去做 他说好,既然我住的地方那么多足 我就用足去格他的理 去追求足的背后的道理 于是对着那些足 就沉思他背后的道理 一直沉思沉思 沉思了七天 结果呢 就什么都得不到 还病了 孙时他就说 自毁圣言有份 哎呀,我都是做不到的了 跟着朱熙的说法这样做 结果我一些东西都得不到 一些东西都了解不到 做圣言呢 都是偏份的了 都是偏注定的了 我是无缘做到的 于是他就随世 他就持章之学 转出去了 转出去追求什么呢 追求文学的创作 持章之学 这件事呢 就体现了 王阳明早期追求这个道的时候 追求真理的过程里面的一个挫折 亦都预示了 楊明将来思想的方向 和朱熙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 整个宋明理学 基本上是分两派 所谓朱六二童 如果大家读历史的话 多数都知道 朱六二童 朱就是朱熙 六就是六丈山 六丈山 和王阳明是属于同一派 所以他们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故事里面 你也看到 杨明的思想的路向 和朱熙是不一样的 后期是和六丈山 是比较接近的 我有点担心 我讲得太长了 我看着形势 看着情况讲 放心 大家不会拖到你回不了家 你放心 下面一个很有趣的 31岁的时候 他31岁的时候 先生叛约 我不读了 因为是节省时间 我将里面的意思说 他当时就放弃文学的创作 他就同时开始从事另外一方面的研习 就是他触失阳明洞中 在阳明洞那里建一间房子 在那里行导引述 所谓导引述就是导家 导教方面的一些修炼 他就同时导教方面的修炼 结果有成绩 导知 谁先知 他能够先知 做到这个程度 怎样先知法 就是他坐在一个洞里面 他竟然见到他的朋友 黄思雨 四个朋友来探访他 一路来探访他的过程 他全部都看到了 他们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动作 全部都知道 就叫自己的仆人 你快去迎接 我有四个朋友来探访我 同仆人跟着他的指示 就去迎接这四个朋友 就遇到他们 就告诉他们 我们主人王洋明知道你们来 你们来的时候 是怎样的情况 你们聊些什么 说些什么 全部告诉他们 吓到他们 哇 为什么这么厉害 竟然杨明可以知道 以为得道 就以为杨明已经得道 已经证到真理了 久之吾弱 但是黄杨明自己认为不是 他说此破弄精神 非道也 这个只不过是 破弄我的精神 遥当我的精神 颠倒我的精神 这个不是真理 从这个地方看到 站在阳明的立场 其实其他的 你看到道教或者佛教 都是一样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修炼 会修炼到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可以发展到 一些所谓的神通 佛斗讲神通 就是用今天的说话来说 就是一些超自然的能力 是有的 如果你信道教 信佛教的话 是有的 如果你不信 就另外一回事 是有这些超能力 但是这些能力 无论根据佛教 导教都好 他不是究竟 他不是真理 他不是最终极的真理 王阳明呢 亦都明白到这个道理 虽然我可以先知 但这个不是最究竟的真理 瑜伽 也是同时持着这个立场 这个 得到这个超自然的能力 有这个神通 只不过是修行或者修炼 或者修养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些副产品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王阳明这一段的生平 这个我就跳过去 就刚才说了 他在35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得罪了流紧 被贬去贵州农场做疫城 三十七岁的时候他开悟了 他悟到了 这个是他一生的转捏点 很重要 对于王阳明的一生来说 他是怎么悟的呢 你看到了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圣人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办法呢 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 就是在贵州的时候 我说过了 贵州是一个很荒谬的地方 无论是文化上面 或者是物质上面 都是极端恶劣的 在这个极端恶劣的环境里面 生死源于一线的里面 透过这个刺激磨练 竟然被他悟到真理 忽中夜大悟 甲物自知之始 在夜半的时候 他领悟到这个真理 我们说是瑜伽的真理 或者真理 误会中 若有人与之者 怎样误法呢 这个很有趣的 误会 就是他睡醒半睡半醒的时候 好像有人在他的耳朵里面 告诉他 不觉夫弱 叫了起来 我明白了 原来人生的真理就是如此 从者皆经 跟从他的人都被他惊醒 此知圣人之道 吾圣自足 向之求你于事物者 吾也 明白到什么道理 所以 是 圣人之道 圣人之道 如今所说的圣人之道 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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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的真理 這句話就呼應之前我們講過他那個挫折 他隔竹子的挫折就是求理於外 以為竹子的背後有一個真理,我要追求他,得到他 這個方向是錯誤的,不應該往外求,應該往內求 回到自己的本心,本性上去追求這個真理 因為這個真理本來就是誤性自足 具足於在我的本性之中的意思 所以這個誤是很有意思的,是嗎? 大家有沒有興趣?有興趣,我先講下去 否則我就跳過去,因為我現在講第一點 還是講貝陽明的生平和他的事業和他的學術 不要緊,這裡我以上講的大概就是他的生平和一些事工 楊明的事工就是他平定這個拆扣和琴臣號 他的生平大概講了,這一段就講他的學術 講到楊明的學術的發展,他一生學術的發展 基本上是有個講法就叫做五力和三變 黃楊明的五力和三變 所謂五力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誤導之前,他經過幾個階段的沉溺,陷溺 陷溺到某些事情上面,陷溺到某些事物的追求上面 有五樣東西這麼多,哪五樣東西呢?第一,初溺於陷溺之襲 最初是沉溺於陷溺,什麼叫陷溺? 想像自己是英雄豪傑,打抱不平,這是第一個陷溺 再溺於騎射之襲,第二個陷溺於騎射,騎射就是騎馬和射箭 即是軍事方面,兵法方面的沉溺,這方面的研究 這就是騎射之襲 三溺於池章之襲 然後他就轉移去追求什麼?池章的創作 即是寫文章,作詩填詞,這些東西 就是文學的創作 所以黃楊明其實文學都很有成就 他的文章,他的書法都可以流傳後世 四溺於神仙之襲 然後就是神仙,學神仙,即是學道教 道教的修煉,道教的養生術 五溺於佛士之襲 第五個陷溺,就是陷溺於佛教出世的思想 一直去到正德頂人,始歸於聖賢之學 正德年間,就是35歲那段時間 他被貶去貴州農場 然後就在那裏正悟五道那段時間 他就歸於聖賢之學 這個聖賢之學當然就是指儒家的聖人之道 所以經歷過五溺,然後回到聖人之道 這就是黃耀明的學術上的一個轉變 除了五溺之外,又有所謂三變的講法 這個三變的講法就是他的學生講的 很出名的 就是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三變 原來這個三變是兩個部份的 他學過程裏面有三個變法,即是三個階段 唯教也三變,他的教法 學成了之後,他誤導之後 他教學生也有三次的變法,有三個階段 學三變是哪三變呢? 肖士辭請於辭章 第一個階段就是沉聚於辭章,文學方面 以而出入義士,義士就是佛教和道教 然後轉向佛教和道教 繼乃居而儲困,豁然有得於聖言之子 居而儲困就說他在貴州那個時候 在一個惡劣的環境下 豁然貫通,而明白到聖人之道 聖言之子,這個儒家思想 他誤導了,這個就是三變而之道 經過三個階段,而獲得這個真理 居貴陽的時候,首語學者講知行合一 除陽之後,教學者靜坐 剛有以來,單題智良之三智 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誤 是教育三變日 這個就是講他什麼? 他誤導之後,他教學生也都經過三個階段 首先教他們知行合一的學說 之後就教他們靜坐 再下來,最後就提出智良之 成為整個陽明學說的宗旨 他教學生也都經過三個變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因應學生不同的程度 他有不同的講法 也因應自己思想去到一個成熟的程度 而提出一個最後的觀念 這就是他的學成的三變 所謂五匿三變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陽明學術的發展 就是用這個來講的 所謂五匿三變 三變就是學三變和教三變 下面這個我不講了 因為他的三變其實有不同的講法 王中熙在他的名譽學案裡面 就有另外一個講法 我不討論了 因為牽涉到一些比較學術性的問題 我就跳過去 以上就把陽明的生平 他的學術和他的事工交代了 我就講完第一點而已 看看 我也有點擔心了 但不要緊,照說 接著我們就講到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完全體驗在全集錄這本書裡面 全集錄這本書簡單交代一下 簡單交代一下 這本書就是 剛剛講過了 是他學生聽他講學的時候 記下他的講法 成為他的語錄 再加上他一些書信 加起來成為這本全集錄 這本書在陽明在世的時候 部分的內容其實已經出版了 已經發表了 已經流傳了 到了陽明死了之後 他的學生 這些學生真的很好 這些有這麼好的學生 真的很難得 將他整個全集錄做一個大的整理 所以就形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全集錄三卷 就是上卷、中卷和下卷 這本書今天還看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去圖書館應該都找到全集錄 至於這本書為什麼叫全集錄呢? 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是來自什麼呢? 來自論語的一句說話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論語 孔子的論語裡面 第一篇 有一句很出名的說話 就是 曾子弱 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苦 與國人交而不信苦 全不習苦 就是這句 什麼意思? 曾子弱 曾子弱就是孔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學生 他說吾日三省吾身 我每一天都事事去反省我自己 反省什麼呢? 為人謀而不忠苦 我為人謀劃的時候 我為人做事的時候 我能不能夠做到很盡心去做 與國人交而不信苦 與其他人交往的時候 我能不能夠做到真正有誠信呢? 全不習苦? 我從老師那裡傳授得來的學問 我能不能夠將它實踐出來呢? 將它實習出來呢? 全不習苦 所以全習就是由全不習苦來的 全者從老師裡面所傳授得來的東西 集者實習實踐 將它實現出來 這就是全習錄的全習的意思 這本書很簡單的介紹了它的名字 它的出版情況 我們接著就講它的內容 我講過了 全習錄的思想 基本上就是揚明的思想 揚明的思想 基本上我們很多學者 將它歸納為三個重點 就是心積理、智良知和知行合一 我們現在逐點講一講 先講心積理 心積理是什麼意思呢? 你眨眼看它就不太明白 心就是心 心就指我們這個心 這個心當然不是指我們的心臟 肉團心 我們心臟的心 是指我們的精神的意思 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我們的意識 或者接近意識這類的東西 理就是道理 道理有很多種的 很多道理 我們做人的道理 某些事物的道理 很多的理 心和理好像怎樣拉上關係 開頭你不太明白 為什麼說心即理呢? 心即理的意思 心就是理的意思 心就是理的意思 心就是理 為什麼呢? 原來 楊榮所說的心 有個意思 這個心就是仁義的心 這個心者就是仁義的心 為什麼叫仁義的心? 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心 這個心我們說是我們的意識 但是根據楊榮的思想 我們這個意識 只不過是一個表層 表層的意識 如果我們深入挖掘這個意識的裡面 去到很深很深很深的層次 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心的最根本 最根源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仁義的心 如果你反省你自己 和你的意識一直反省 深入到很深入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意識 你的心靈的最根本根源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仁義的心 什麼叫仁義的心? 仁者 仁愛 仁些或者仁者道義 或者仁其應當 仁當就是你應該做的事你就做 你要不應該做的事你就別做 這個叫做義 所以我們的心 如果發佛到最後 去到最根本的地方 我們會發現 原來我們的心本來就是一個 對比仁愛 和道義的心 仁義的心 好 從這個心的人義裡面 再看仁義本身 他同時是一個理 為什麼是一個理? 因為他具備一個普遍性和客觀性 怎樣的普遍性? 因為每個人都有這個仁義 每個人都有這個仁愛和道義 他是客觀的 為什麼?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你見到一個人欺負人 你一定會指責那個欺負人的人 你不對,大家都會這樣 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這個就是仁義的理 所以這個仁義同時就是理 用我們今天的說話來講 他原來就是一個道德的原則 或者是一個道德的法則 所以在這個意底下 這個心,既然就是仁義的心 仁義就是理的話,這個心就是理 這個就是所謂心即理 行不行? 心即理就是這個意思 用楊明自己的說話來講 這個心,他用另一個詞語表達 這個心就是我們的良知 就是我們的良心 良心,良知這個觀念不是楊明發明的 是楊明繼承誰? 繼承孟子 孟子是第一個講良知,良知良能 他是繼承孟子的這個觀念 這個心,這個仁義的心 其實就是我們的良心 其實就是我們的良心 就是我們的良知 這個仁義的理就是天理 所以在楊明的全角落裡 不時都會見到良知之天理 良知之天理,良知之天理 良知其實就是天理 這就是心即理的意思 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我們深入一點看 但是,楊明在他的全集錄裏面 他就戒定,良知是什麼呢? 我所說的良知是什麼呢?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 是非只是個好戶 只好戶就盡了是非 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別 我們不要看後面 良知是個是非之心 而是非就是個好戶 即是好戶之心 如果大家熟悉中國的經典 你發現是非之心 好戶之心 好戶之心即是修戶之心 是非之心和修戶之心是誰說的? 孟子說的 孟子說我們的心 說我們的性的時候 他提出所謂四端 測忍之心 人皆有之 測忍之心 持讓之心 修戶之心 是非之心 就是四端 在這裏 楊明用了孟子的是非之心 和修戶之心 來講良知 再看 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法建柱 只是一個真誠測坦 便是他本體 下面我不讀了 大家注意 只是想說這一句 只是一個真誠測坦 就是良知是一個真誠測坦 測坦是什麼? 就是測忍之心 就是測忍之心 真誠 如果將真誠這個意思 將他擴大一些 引申他的意思 包含對人的恭敬 你對人很真誠的時候 你是很尊敬他 這個恭敬就是持讓之心 所以你看到 楊明是講良知的含義的時候 他是用孟子的是非之心 修戶之心 在這裏就是測忍之心 和持讓之心來講 他是完全用了孟子的四端 來解釋良知 而良知這個觀念 這個詞語也是來自孟子 所以從這個地方 你看到 楊明學 有些學者提出 這個不是我說的 學者提出 楊明學 黃學 或者叫做黃學 楊明學 其實就是孟子學 他是繼承了孟子的思想 發揮孟子的思想 基本上楊明學 是對於孟子思想的一個發展 或者一個發揮 如果根據現在我的進度 我可能講到心積理就差不多 不要緊 大家聽聽 再深入一點說 如果你覺得不好就夠了 我就跳了 但是我覺得即得說 心積理再進一步 這些都是楊明的說話 楊明進一步發揮他裡面的內涵 可以有三個觀念 心愛無事 心愛無理 心愛無物 這個在全集圖裡面 時時都看到楊明是這樣說的 什麼叫心愛無事 心愛無理 心愛無物 你眨眼看又是覺得怪怪的 有很多事在我心外面 有很多理 在我心外面 有很多物 有很多物 在我心外面 你為什麼說心愛無事 心愛無理 心愛無物 首先我們第一步 楊明是如何界定這個所謂是理物 心我們知道 心就是指我們仁義的心 指我們的良知 指我們的良心 這個明白了 但楊明是如何講是理物 第一步 第一步他如何講是理物 我們來看 這一段我專門用它來講 不要緊 大家自己看 這卷 作教幫我打 斷句錯了 標點不對 應該怎樣 且如是父 鬥號 不成 這裡有鬥號 是父 鬥號 不成 這個鬥號去除他 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 是君 鬥號 不成去求 去君上 君上 君的上面 在君的上面 求個忠的理 交友自民 鬥號 不成去友上文上 求個信於人的利 鬥子在此生 這句應該這樣讀法 意思是什麼呢 我想說的就是 不解釋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說的侍父 所說的侍君 所說的交友和自民 這就是楊明所說的侍 我如何去侍奉我的君主 如何去侍奉我的父親 如何去交朋友 如何去治理人物 這就是楊明所說的事 換句話說 在這句話裡面 我們看到 他的事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在我的人生 或者生活上面 我們一般所處理的事 如何去侍奉我的父親 如何侍奉我的上司 如何去交友自民 我處理著 我面對著 我從事著的 這些事 就叫做事 這些事 我都是用心去處理的 既然是用心去處理 當然不在心外面 在心裏面 是我心所要處理的對象 在我的心內 所以心外無視 行不行 這樣理解的時候 很容易明白 我處理的事 不在我的心外 黃元明的重點就是 當你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你時時要注意你的內心 你的內心是如何去處理這件事 這是重點 所以他說心外無視 心外無理 心自然會知 見父自然之孝 見興自然之敵 見愚子入井 自然之測忍 這個地方我想說什麼呢 所謂的理 就是指孝 遞 測忍 我們每個人見到父親 應該要孝順他 見到我們的兄長 我們的長輩 應該要尊敬他 見到一個小孩要跌到井 這個用了孟子的話 見到一個小孩跌到井 自然就會起一個測忍之心 這個測忍之心 即是說什麼 很同情 很憐憫的心 起一個同情憐憫的心 哎呀他要跌下去了 他要跌倒了 他會跌死了 好測忍 很難過 這個就是測忍的心 這些雖然是我們主觀所發的 但都是一個客觀的道理 如果人都是如此的 所以孝帝測忍 這些都是同時是理 這些理是什麼 當然不在我的心外面 是心裡面所發的 這些理 這些理我們一般叫做什麼 道德的理 道德是從我們內心所發的 譬如你尊敬一個人 這個尊敬是你內心所發的 你不會說這個尊敬是在那個人身上 不會的 尊敬是由你內心所發的 所以他是內心所發的一個理 這個就是道德的理 這個理是不在心外面的 所以心外無理 心外無物 原來黃陽明對於這個物字是這樣的 心外無物 如吾心發一念孝親 即孝親便是物 原來這個物字的意思 跟我們現代人的了解物字 不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整個中國傳統裡面 用的物字都是接近陽明的講法 我們今天才說物就是指那個東西 那個物件 原來物就是指什麼 用陽明的定義就是意之所在 我的意念所對的那樣東西 那個對象就是物 意念所對的對象就是物 這個物當然就不在心外面 在心裏面 所以他的心愛無事 心愛無理 心愛無物 如果這樣去理解的時候 就講得通 完全可以理解 我想我說完心積理都差不多 但我覺得值得說的 再深入些 再深入些 剛才我們說心愛無事 心愛無理 心愛無物 理 理 事 物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解釋 在陽明的思想裏面有一個特別的解釋 所以就講得通 如果另外一個解釋 我們就發現其實就不可以了 比如說 心愛無事 有些事在我心外面 是會有的 比如說 在某個地方火山爆發 我不知道 這件事就在我心之外 有些理 比如這個電腦怎樣搞 我不會搞 要你來幫我手 這些裡面有個理 這個理我又不懂 在心我外面 某個生物 生理的結構如何如何如何 我不知道 某具物質 運作運行的規律是怎樣 我不知道 這些理在我心外面 是不是 這個理我們叫什麼 知識性的理 跟剛才我所說的道德的理不一樣 道德的理在心裏面 但是知識性的理在我心外 再來 物 如果是意之所在為物 這個物當然就是心裏面 但是有些物 那個是石頭 那張椅子 那張桌 這個大廳 在我心外面 是不是 我們就會覺得 你的所謂物 所謂事 所謂理 是有分的 要區分 在某些情況下 就是心內 另外一類的事物 或者理 就是在外面 我接下來所說的就是 以上的說法 在某個初步了解楊寧的思想的時候 是如此 但是如果我們深入了解楊寧的思想 楊寧會認為 因為剛才我所說的那些 心外發生的那些事 知識性的理 還有那些存在的物 那些東西 其實說到最後 都是不離開我們的心 這個地方就是 特別的地方 楊寧思想特別的地方 怎樣去理解呢 原來 楊寧認為 我們這個心 如果我們發現 這個心去到最根源的地方 是良知 是我們的良心 如果我們能夠 將這個良心 這個良知 充分把它體驗的話 這個良知 這個良心 其實就是一個天心 它就是天來的 用這個天心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不太熟識 我們用英文 大家會比較清楚 它是一個 universal mind 這個宇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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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含蓋宇宙的一切 包括一切的事 一切的物 一切的理 這個就是楊寧思想的獨特的地方 你同意楊寧 就是同意他這個地方 你不同意楊寧 你也可以不同意這個地方 你說你這樣說 好像違反常識 是不是這麼誇張 首先我要回答你 不是我說的 是楊明自己這樣說的 以下你看看他這段說話 他說 這段很出名的 很多學者是討論這段說話 在全集六的下卷 先生由南鎮 一有子岩中花樹問若 天下無心愛之物 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 於我心亦何相關 先生若 你未看此花是 此花與與心同歸於直 你還看此花是 則此花顏色 一時明白起落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愛 這段對話是很出名的 在楊明的思想裏面 大概的意思是 有一天楊明和朋友去南鎮遊歷 去旅行 那個朋友就說 楊明先生 你說心愛無物 心愛無事 山中的花自開自落 他何時與我們的心有關係 他就問這個問題 楊明怎麼回答他 他說 你未來看這個花的時候 這朵花與你的心 同歸於直 同歸於沉直 不顯然 沉直在這裏 你來看這朵花的時候 這朵花的顏色 一時明白起來 你就見到這朵花 看得這麼燦爛 很美 你就會明白到 這朵花其實從來不在你的心愛 什麼意思 很多學者有不同的解法 我相信鄭教授也有他的解法 我的解法是怎樣 不一定對 但是給大家參考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明白我們的心 我們的良知 將它充分呈現 充分體現的時候 它是一個天心 它是一個宇宙心的話 它其實是包含一切 包括山中的花開花落 這朵花或者花開花落的這件事 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的宇宙心 只不過 在我不看它的時候 它在我的宇宙心裏面 在我的心靈裏面 它是處於一個潛伏的狀態 它不顯然 到我來到這個山 看到這朵花開得這麼燦爛的時候 這朵花在我的宇宙心裏面呈現出來 就是說 自此之中 這個花開花落 都沒有離開我的本心 只不過 在一個時候它沒有呈現 在一個潛伏的狀態 在某一個時候 它呈現讓我看到 是潛忍和呈現的不同 不是它不存在 它從頭至尾 存在在我的心中 就好像打個比方 你看一幅相 那幅相中間那個人 你看得很清楚 它後面的背景 你看不清楚 熔熔熔熔 好像沒有 其實不是沒有 只不過是潛伏在背景 它是存在一幅相中 只不過不是這麼清楚 當你的焦點移到背景的時候 它就清楚了 這就是楊明的回應 好 這就是心愛無事 花開花落是一件事 心愛無理 所以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跳一跳 我想說的就是 這個 東是自然施良父母的寒 便是要求溫的道理 下是自然施良父母的熱 便是要求清的道理 這兩句話 我想說的就是 你施良父母的寒 就是表示你的良知 你在冬天的時候 想著父母很冷 你的良心很感應 父母冷 我要做些事 要幫助我的父母 減少幫他驅寒 在這樣的驅使下 在良心的驅使下 你自然去求溫的道理 你就要求一個溫的道理 怎樣可以整暖 令到我的父母很暖呢 那你就會想到什麼 做個暖爐 那暖爐是怎樣做的 學怎樣做暖爐 這個溫的道理 是屬於知識性的道理 當夏天的時候 施良父母的熱 我的良知 感覺到父母很熱 很難過 你自然就迫使你 去追求清的道理 怎樣可以令到我父母涼快一些 原來有風扇就可以涼快些 那怎樣整風扇 你就要學怎樣整風扇 這個就是知識性的理 從這個地方你就看到 良知和知識性的理 其實不是沒有關係的 知識性的理 好像是離開我們心之外的 一些道理 但在陽明的心目中 其實仍然有一個內在的關係 這個關係好比什麼呢 就是下面所說的 氣之樹木 這成效的心便是根 許多條件就是知業 就是好像一棵樹一樣 這個成效的心就是我們的良知 我們的良知就是根本 那些知識性的道理就是知業 根和知業表面上外表去看 是兩樣東西的 是分開的 根是根 知業是知業 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去裡面 去瞭解他們的關係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些知業 是從根那裡引申出來的 是從根那裡生長出來的 這裡就表現了 在陽明的心目中 這個良知和知識性的理的關係 它表面上好像沒有關係 事實上呢 它是一個內在的關係 由根和知業的一個內在的聯繫 這個就是 良知和知識性的理的關係 這個關係不要說是一個直接的關係 但也算是一個間接的關係 但即使是間接的關係 都是在我的心裡 都是由根那裡引申出來的 都不離開我們的良知 不離開我們的本心 不離開我們的根本 所以在這個意底下 即使是知識性的理 也都是心外無理的 真的嗎? 所以 它有一句很出名的說話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 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 故良知不濟於見聞 而不利於見聞 良知 我們知道是良知 見聞就是指知識性的理 她的關係就是 她不是由見聞 她是兩樣東西 但她也不是完全分開的 見聞這些知識性的理 都是良知的作用 良知不濟於見聞 不濟於知識性的理 但也不離開知識性的理 因為嚴格來說 這些知識性的理 就很比知業一樣 這些知業都是從根本那裡來的 所以 心外無理 包括道德的理 知識性的理 心外無物呢? 這句說話很清楚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 這寫的精靈 生天生地 成鬼成帝 皆從此出 真是與物無對 是吧? 良知就是精靈 這個精靈 這個良知是怎樣的? 生天生地 成鬼成帝 整個天地萬物 都是由這個良知 包含在這個宇宙的心裡 這句說話表達得很清楚 是吧? 有人問 人有虛靈 放有良知 草木雅石 有沒有良知? 先生 人的良知 就是草木雅石的良知 草木雅石都有良知 而且這個良知 和人的良知是一樣的 你就看到了 這個 心外無物 包括存在的物 都是不離開我們的本心 不離開我們的良知 不離開我們的宇宙心 好了 若草木雅石無人的良知 不可以為草木雅石而 喜為草木雅石而 天地無人的良知 亦不可以為天地而 蓋天地萬物 與人圓是一體 其法要之最精柱 是人心一點靈命 風雨勞淚 日月星神 禽獸草木山川土石 與人圓子一體 故五谷禽獸之類 皆可以養人 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 只為同此一器 故能相通矣 我特別要讀下 那一段 告訴你 他為什麼會這樣想 他的根據在哪裡 為什麼說 這個心是一個宇宙心 這個宇宙心涵蓋一切的事物理 他憑什麼這樣說 道理就是在這一段裡面 他認為什麼 原來我們的心 我們的良知 我們的本心 但是主要我們的生命 與整個天地宇宙萬物 是一體 我的本心、良知 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這個觀念 其實不單止是揚明的觀念 是整個宋明理學 的一個共同的觀念 我的生命 與整個宇宙的生命 是一體 怎樣一體 同此一器 故能相通 我們都同樣是一個器 這個器彼此是相通的 我們呈現的樣子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生命的底處 最深處 其實是相通 因為我們同一器 即是說 用我們今天的說話來說 我的生命 我的心 和整個宇宙的萬物 其實都是有一個內在的關係 是一個相依相負相成的關係 彼此互為內在的關係 一件事物的改變 影響整個宇宙的改變 宇宙的改變 影響一個生命的改變 彼此是互相依賴 互相影響 互相滲透 是一個這樣的宇宙 所以我和宇宙的關係 是一個有機的內在聯繫的關係 整個宇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不是一個機械的宇宙 它是一個有機的宇宙 在這個宇宙裡面的每一個成分 每一個成員都是相互影響 互相滲透 這就是萬物與我為一體的觀念 楊明就是基於這件事 來講他的所謂心外無物 進一步講 也不差在那些時間 所以有人說 楊明是否唯心論 唯心論 你一切都不離開我的宇宙心 是否唯心論 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就是兩可 看你怎樣理解 甚麼是唯心論 如果唯心論是指 甚麼都是只有心 那些客觀的事物 只不過是我心靈的想像 只不過是心靈的影像 形象 如果是這樣的話 楊明就不是唯心論 楊明的唯心論是怎樣 它是建基於我的心 與整個宇宙的一切事物 是一體 即是說 它從來沒有否定外在事物的存在 它只不過是認為外在事物的存在 與它的心是連成一氣 所以 黃明如果是一個唯心論 這個絕對的唯心論 同時就是一個絕對的實在論 它沒有否定實在的存在 這個是我的答案 好 這個就是關於心積理的部分 後面那些我想我快點說 好了 講了心積理之後 就講智良知 智良知這個觀念其實是 嚴格來說是最重要的觀念 楊明思想裡面最重要的觀念 楊明思想的宗旨就是智良知 智良知為什麼重要呢 其實它要了解這個觀念 首先你要發現它有兩個意思 兩面的意思 第一就是智良知的良知 良知就是表示了什麼 楊明對於本體論的問題的一個說法 智良知就是關於功夫 怎樣智良知呢 是關於功夫的問題 本體的問題 功夫的問題 整個宋明理學 討論的問題裡面 不外這兩個問題 本體論 功夫論的問題 楊明的智良知這個觀念 就解答了這兩個問題 對於本體論 黃毅明就提出良知 對於功夫論 他就講智良知 要智這個良知 這個智就是功夫 好了 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個良知和智良知呢 之前講了 講深積理的時候 其實已經講了楊明的本體論 交代了那個良知的觀念 我們借這個智良知 我們就講他的功夫論 功夫論 智良知 怎樣智良知呢 首先 先了解什麼是智 良知 大家明白嗎 解答過 什麼是智呢 直接的意思就是推智 推智良知 就是擴充的意思 推智衝廣 擴充這個良知 就是智良知 譬如說怎樣擴充 我有個良知怎樣擴充它 例如說我有良知 我見到我的子女受苦 我很難過 我良知發現 良心發現 我見到我的親人受苦的時候 我感到很難過 但只是這樣不夠的 我要將它擴充 推廣出去 怎樣推廣呢 我見到別人的子女 都在痛苦的時候 我同樣都感到難過 如果你說 我見到我的子女痛苦 我難過 別人的子女痛苦 就知道他 不關我事 那你就不是擴充你的良知 你要擴充你的良知 這是第一個意思 除了這個意思之外 從楊明的思想裏 我們看 他這個智良知的智 也含有一個伏的意思 伏就是恢復 恢復這個良知 因為我們太多時候 失去了這個良知 做人不是本著良知做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不是你啊 我啊 我經常都不本著良知做人 迷失了我的良知 所以功夫就是怎樣 要恢復我的良知 所以智良知也包含一個恢復的意思 這個恢復和推廣擴充 好像有一個不是很一致 很矛盾 一個就是已經有了良知 你將它推廣出去 一個是沒有了 你要恢復它 但如果我們仔細去了解的話 其實他們沒有一個矛盾 沒有一個不一致的關係 良知是在擴充的過程中恢復 在恢復的過程中擴充 其實沒有所謂不一致的問題 好 好了 有人跟我說還有五分鐘 我後面那些不說 沒有時間 楊明的功夫 智的功夫很多 他講很多 例如說 全天理去人慾 他講靜座 他講這個 涵養 聖賊 講這個 立志 黑記 復禮 很多這些功夫 我這裏引了這段 就是全集錄裏 我認為是楊明的功夫論 裡面最核心的部分 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解釋大學的八條目的時候 透過解釋大學這個經典裡面的八條目的時候 就表現了體現了他自己的功夫論 最核心的部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夠跳過他 這個就是他的功夫論 我引了很多材料 這個部分 因為古人特別重視功夫 功夫才是最重要的 理論都是為了你實踐 所以實踐是最重要的 功夫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暫時沒有時間說 給主持不幸言中 真是不夠時間說 知行合一 沒有時間說 不好意思 但是我覺得深職也是值得的 講兩句 因為問答的時候 你們不問 我就講兩句 我講完最後那段 我覺得很想講的 就是結論 好嗎? 我先聽結論講完 如果還有時間我回頭說 好嗎? 我準備了多少 多謝 哈哈 知道 不知此 不知此 是 是 先講了結論 透過這個演講 我想說的是 如果我要總結整個陽明的一生 和他的思想的話 只需要用兩個字 就是良知 他的一生 無論他的行為 他的事工 他的學術 他的思想 全部是體現良知 良知就是整個陽明的整個生命的核心 就是良知 良知是甚麼 不需要想得很深 剛才我講了很多東西 好像很深 其實不需要想得很深 你怎樣理解良知呢?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面 就是在講這件事 是不是? 你這個人都沒有良心的 就是這個意思 我本著我良心做人 就是良心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從淺的角度去看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原料 沒有什麼高深 但是從深的角度看 又可以很深 怎樣深法呢? 這裡我沒有引 我自己引陽明的一句說話 他說我良知意志 我提出這個良知的這個道理 是我甚麼? 百死千難之中得回來的 是經過百死千難 死個百次千辛萬苦 才提煉出 想到這個良知 就是人生的真理 我才提出來的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看到 要明白這個道理 其實是不是那麼容易的 陽明是經過多少的磨難 首先是他那個 在他貴州農場那個地方 他受到很深的磨難 看不到這個良知 他提出這個觀念是經過他 甚麼? 打山拆那段時間 那幾年裡面 經過很多很多的挑戰 他提煉出這個良知 管著這個良知去面對一切 他的事工都是由良知那裡來的 所以你看到良知說難 也是很難 另外一句說話 也是很多學者會引用的 就是他跟那些學生說 破山中賊二 破心中賊難 我打破那些山中的賊 很容易的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但我要破我心中的賊 我要打破我內心的惡念煩惱 我打破我心中賊二 破心中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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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心中賊難 我用一句說話來換成 今日的說話來講 就是戰勝敵的人是很容易的 戰勝自己是最困難的 這兩句說話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方式去表達 再來 在他臨終的時候 他的弟子就問 老師你快死了 有什麼遺言 楊文就說了這句說話 此心光明亦伏何而 我的心很光明 沒有什麼可以說 這個心當然就是他的良知 我覺得我的良知是很光明 是很光明正大的 是很光明磊落的 我一生都本著這個良知來做人 去面對一切的事物 去做一切的事 我一生已經沒有什麼遺憾可以說 我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不需要說這些 我就說 看了這句說話之後 我都很感動 我覺得楊明真是死得好 死得好 雖然57歲死短命 但他死得光明磊落 問心無愧 人死的時候 能夠問心無愧 一點遺憾都沒有 其實是最好的 這就是生命裡面最高的幸福 這就是儒家的精神 儒家的理想 這就是楊明所說的良知 最後 楊明在他在世的時候寫了幾首詩 來教訓他的學生 就是詠這個良知 我給大家介紹給大家讀一讀 他說 我不讀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解 直接解一次 我就結束了 每個人心有仲利 其實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仲利 仲利就是孔子 孔仲利 孔子 孔子就是聖人 每個人心目中 其實都有一個聖人 不要想著聖人 高不可攀 在那裡 在過往的歷史中 孔子就是聖人 我不是聖人 不是 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聖人 自將民見苦遮謎 因為你 種種的民見知識 往外追求的所謂 追求你的外在的知識真理 反而蒙蔽了你自己 而今子與真頭面 現在我告訴你 那個真正的面目 本來面目 你的生命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只是良知更莫言 你的生命的最真正的本來面目 就是良知 你不需要有所懷疑 不要再懷疑 真的語重心長 民君何時日匆匆 煩惱場中錯用功 問你什麼事 為什麼呢 什麼事幹呢 令到他匆匆 匆匆就是不定的樣子 情緒很不穩定 很多的煩惱 很多的痛苦 令我們心裏很不安頓 很不穩定 煩惱場中錯用功 是因為你在這個煩惱的世界裏面 你用錯了方向 你的努力 是用錯了方向 莫道聖門無口缺 良知兩知是參同 不要說聖門 聖言之道 是沒有一個入門的地方 是有的 這個入門的地方 就是你的良知 良知兩個字就是參同 參同就是給予真理的意思 良知就是真理 很快再講完後面那兩句 人人自有定盤針 萬化根源總在心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定盤針 你可以有一個定盤針 去安頓你自己的生命 萬化根源總在心 一切事物 這個就講宇宙心 整個宇宙萬物的根源 就在你自己的良知上面 你良知的宇宙心裏面 卻笑從前顛倒見 一般的人都顛倒 追求這個真理是往外追求的 富貴名利 我就可以很快樂很幸福 追求外在的東西 是顛倒的 知知業業外投尋 你只不過是往外追求得的東西 只是知知業業 這個不是根本 根本就是你的良知 是在你的內心 無聲無臭獨知事 此事乾坤萬有機 無聲無臭無形無相 當我修養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一切都是無形無相的時候 雖然是無形無相 但是不是沒有 那時候是獨知 你自己很清楚 你自己的頭腦是最清明的時候 當你收到這個境界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這個就是乾坤萬有機 就是宇宙萬物的基礎 拋卻自家無盡壯 圓緩托撥或持撥效貧義 這兩句說話很出名 很出名 一般的世人 都是拋棄自己家裡的無盡寶藏 就是你的良知 來追求什麼? 追求外在的所謂真理 圓緩托撥效貧 就像一個黑衣一樣 圓緩托撥 家家戶戶在那裡黑食 其實你忘記了 你不知道 原來在你家裡 就有一個無盡寶藏 你為什麼還要做黑衣呢? 這個就是楊明的幾首詩 來教訓他的學生 我就把這幾首詩送給大家 作為我的結語 多謝大家 非常感謝王敏浩教授 是一個很精彩的演講 他自己是非常之 很有感觸 很有感動的 一種吸收了王陽明的思想之後 然後才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今天聽到這個演講 是覺得很可貴的地方 我們現在開始 就有少少時間 雖然剩下的時間不多 但是我們都會歡迎一些問題 其實我手上已經有一些問題 我跟著黃教授所說的 因為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希望能夠接著 黃教授剛才所說的內容 因為剛才引導提到 是良知不濟於見民 亦不離於見民 後面幾首詩也提到 智章文見 虎之迷就提到文見 我們知道在宋明理學裡面 宋明理學家 是把知識分為兩大類 一類就是叫德性之資 一類就是所謂的文見之資 在他們的系統裡面 當然是以德性之資為主 民見之資為父 所以所謂的良知不離於見民 的意思就是 民見之資是德性之資的一種延伸 這個問題其實有兩個爭議 一個就是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違心論的問題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侯雄愛怒曾經提過 綠王的思想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 情諸的思想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 主觀唯心主義就是心外無理 心外無事 所以是主觀 你會怎樣去評價這種說法呢? 如果 民見之資只不過是德性之資的一種延伸 我們在今天這個知識的社會裡面 我們應該如何去可以用得著 楊明的這種心外無知心外無理的這種教法 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或者實踐呢? 謝謝鄭教授的問題 聽到嗎?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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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問題很深 不是這麼容易回答 很簡單地把我的意思說一說 首先 儒家從來不否定知識 他肯定知識 尤其是去到今天 知識是這麼重要 我們那個諮詢 這麼發達 這麼重要的時代 儒家從來不會否定這件事 但是他的確確在傳統的儒家思想裡面 他認為見聞之資和德性之資兩個層面的知識 是以德性知識為主的 這個的確是如此 但是 見聞之資 即是指我們今天的所謂知識 見聞之資的知識 他沒有否定 但是他只不過是指出 在知識的這個層面以上 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層面 就是我們的德性之資 這個德性之資 用楊明的說話來說 就是我們的良知 人要本著你的良知去做人 如果你不能夠本著你的良知做人 你失去了你的良知去做人的話 你多少知識都未必有用 這就是為什麼儒家或者楊明 強調良知的重要性 但是強調良知的重要性得利 他從來沒有否定見聞之資 良知不滯於見聞 亦都不利見聞 所以知識仍然是很重要 我簡單回應鄭教授的問題 好,多謝你的回應 網上有一個問題 我也想問一下 就是 問問題的 他說 錄狗淵說 吳深即宇宙 宇宙即吳深 你怎樣去理解 黃陽明對這句說話的 體會和他的傳承 很簡單的回答 我看楊明應該會同意這句說話 這個宇宙即吳深 吳深即宇宙 等於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這個良知 將它充分呈現的時候 它本身就是一個宇宙深 這個宇宙深當然就是 即宇宙即吳深 所以對於陸上山這句說話 我的理解應該會同意 好,多謝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雖然你剛才沒有提到這個四句教 但是四句教當然也是你本來設計的一個重點之一 也是楊明一生 因為他到五十歲精師田之前 所謂天泉橋正道裏面 他特別提出這四句出來 來平息錢德雄和黃基的爭論 他的問題似乎 後來一路到達包括他的學生 一路到達你研究的劉淑山 但也在爭論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第一句 無善無惡,心之體 這一句你認為 一,因爲什麼原因 會引起他的學生會這麼多懷疑和討論 以至於 比如他江右王門裏面 聶炮聶雙江會提出所謂龜直說 都是針對第一句說話 他說這句說話不清楚 所以無善無惡,心之體 那你會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 爲什麼會有一個爭論 多謝你的問題 剛好你講的問題就是剛好 我本來這個談論要講的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就講講先講 四句教,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或者有其他問題 你們先問一下 簡單先回應這個問題就是 四句教是讓明晚年的 他臨寫之前一年提出的四句教 他的重要性在哪裏呢 就是有些學者認為 四句教就是讓明整個哲學的隆縮 整個哲學就隆縮在這四句裏面 哪四句呢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甲物 就是這四句 你把握這四句就把握了讓明的整個哲學 這麼重要的 為什麼會引起問題呢 就是因為很複雜 你問的都是很惱惱的問題 不容易講清楚 簡單一句 回應的就是 問題整起爭論的就是第一句 為什麼呢 第一句是說什麼呢 無善無惡心之體 心的本體 是無善無惡的 這句話就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儒家的思想 尤其是孟子的傳統 是認為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 心的本體就是性 人性 人的性本來就是善 你現在說無善無惡心之體 即是說我們心的本體 或者我們人性的本身 不是善的 就是推翻了孟子的性善論 甚至推翻了整個儒家的正統的傳統的學說 所以引起他弟子的爭論 就是因為這一句 楊明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簡單地說 他在全集錄裏另外一個地方說了 這個地方很重要 這句很重要 他說什麼 無善無惡 即是自善 原來他心目中所說的無善無惡 不是真的沒有了善 它是自善的一個表達 最高的善 最純粹的善 自善純粹的善 真正去體會它的時候 它是好像無善無惡 所以無善無惡就是自善 為什麼呢 這個我要講 就過鐘了 所以我暫時不講 我借這個機會 講一講他後面那三句 因為後面那三句 就剛剛補足了我功夫論的問題 整個智良知的功夫 最重點 就是在後面那三句表達出來 所以我借這個機會解釋一下後面那三句 後面那三句就是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革密 這三句就體現了整個揚明功夫論的核心 怎樣呢 怎樣做功夫呢 如果你有興趣做功夫 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功夫 有善有惡意之動 我們的心本來是純正的 我們是良知 但是什麼時候變成不純正呢 就是我們起心動念的時候 我們起一個念頭 想一件事 想一件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走樣的 很多時候是好的 是正的 是善的 發一個善的念頭 但有些時候會發一個惡的念頭 一個不好的念頭 一個不正的念頭 有時善有時惡 善的固然是很好 惡的時候就不好 所以你怎樣 當你察覺你自己發的每一個善念的時候 有善有惡意之動 二的動念是有善有惡的 有時候善有惡 你做功夫的地方就是第三句 知善知惡是良知 你起一個善念的時候 你馬上知道 我起了一個念 這個念是什麼念 是一個善念 既然是一個善念 好 就去吧 充實它 實現它 保持它 發展它 發揮它 做到最好 在一個善的念頭 你就將它做到最好 用到最盡 如果你發現你起這個念頭 是惡的 馬靖停止它 不要 看見這個人 哎呀 跌了錢 這些錢沒有人見到 我拿了它 我拿了它 這個惡念 馬上 這個是偷人物 馬上停止它 停止它 消滅它 想也不要想它 起惡的念頭 馬上消除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革密 體現在你的行為上 如果是想念 你的想念 起起善念 充實它 起起惡念 撕滅它 在行為上 是善事多做 是不好的事不好做 這樣就是一個修行的基本原則 你的修約的基本原則就是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革密 這樣說 你會覺得老生常談 誰不懂 不是的 好好的體會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我們起的念頭 是善還是惡 我們很多時候不知道 甚至你起了念頭 你自己也不知道 有沒有這個經驗 有這個經驗 就表示你的良知 有情願 沒有這個經驗 表示你的良知從來沒有呈現過 你連自己做什麼都不知道 坦白說 有多少人一生裡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嚴格去問你自己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一個人要做到自覺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當你做到自覺的時候 這個就是修養功夫的開始 好 多謝 所以大家會注意到 我剛才問的兩個問題 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的目的不是我要去刁難 而是我希望能夠引發 黃教授能夠發揮更多的內容 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 我非常高興 黃教授已經是將 他剛才還沒說的一些內容 已經是進一步能夠分享給大家 好 哦